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这娃跟着守仁他们读书识字 建功立业 总比在家当你腿子强 百年之后 这守仁也有个福官送葬的人不是 那行了 就这么定了 爷爷 既然是全家人来商议 我有两句话想说 别说啊 小八不管是男是女 都不能过击给大伯 因为我们要分家 分家 爷没听错 我们要分家 没一个好儿子 也没一个好儿子媳妇 你竟敢分家是吧 把我这把骨头 拉到三人埋了吗 快 哎呦 娘 爹 爹生气了 快 你就是他人 1974 又是男女 萨儿啊 爹知道你嘴上不说 实还在位 上次孟儿儿那个事 你心里都不舒坦 可是这人哪 谁都难免有一步走错的时候 不是 孟儿儿啊 你还想许多事你也不懂 这一屋子人哪 除了亲父子 亲母子 就是亲兄弟 他打断了骨头 那心的还连着呢 无论谁做错了什么 咱都得有个包容 不是 一个家呀 这要想好 就得同心其力 一旦分出去了 那这 这家就散了呀 爷爷是如何 把如此迂腐的道理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你说什么 我说 就因为我爹娘好说话 你们就顺理成章地觉得 他们可以受委屈 妈 娘 别说了 娘 爷爷刚才说 那么多家族亲密 做人的道理 可当初大伯 为了一块破玉配 就要卖我去送死的时候 他们哪有半分亲衣 这如今 又惦记您肚子里的孩子 若是再不分家 就让他们给驱赶抹镜了